我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普通的打工者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对于我来说已经非常满足了 我是农村里走出来的孩子 所以每个月的工资大多数都会存起来以贴补家用 面对高涨的房价我只能是望洋形态 更不要说是卖房卖车了 我的工作经常是到夜里11点才结束 所以我就会经常坐公交车回到我那个建楼的出租屋里 为了图便宜 我选择了在公司很远的一个地方 已经面临拆迁的民房里租了下来 所以每天晚上我都要坐那趟开往摇市郊区的304 因为那辆车的最后一弯是11点30分 正好跟我下班的时间比较接近 所以我就成了这辆末班车的常客 听人家说 在末班车会有很多可怕的灵异事件发生 我心里边是害怕的 但是我没有办法 如果不坐这趟304 那我就没有办法回去睡觉 在市里租房子 恐怕我的工资还不够租到房租的 这天夜里我站在站台旁边 等待着那辆304的到来 但是今天的站台格外的冷清 平时虽然是末班车 也会有很多的人在这里等着 因为这辆车的线路非常广 基本上在附近打工或者是居住的人 都会坐这辆车 可是今天晚上却一个人都没有 我紧了紧身上的外套 天气刚刚入秋 并没有那么冷 今年的夏天似乎格外的短暂 好像没有感觉到就怎么过去了 路边零零散散的几个人 也都行行匆匆的 好像是赶着着急回家一样 也是 现在都是一点色时了 谁还不着急回家休息呢 但是说来是真的奇怪 今晚的车主们为什么还不来 以前只要的30分的时候准会来 我坐这辆车 坐了这么长时间 还没有见过她 什么时候迟到过 就在我交集等待着公交车的时候 突然间一个女孩子出现在我的身后 没错 可以用突然间这样一个词来形容 我当时被她吓了一跳 我甚至都没有感觉到 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那样 无声无息的出现了 那个女孩穿着一身洁白的连衣裙 长得非常漂亮 而且皮肤特别白 甚至白的是我见过的女孩里边最白的一个 我想可能是擦的粉太多了吧 谁知道卸了妆会是什么样了 我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12点整了 终于那辆迟迟不来的304 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 今晚的车里的乘客就一个人 一个打扮妖艳的女孩 我上车落走的时候 看到了那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 坐到了那个打扮美艳的女人身边 车子缓缓地开动 车里的气氛跪移极了 那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 一直目光呆直地看着前面 而那个美艳的女人 似乎不喜欢别人坐在她旁边 一边扭动着身体 一边拿出了一件外套 披在身上 慢慢地车里的空气 变得似乎非常寒冷 这正当我昏昏欲睡的时候 车子突然停了下来 在一个站台边上 站着两个男人 那两个男人一看的打扮 就不是什么好人 不会是劫财的吧 我心里边胡乱地想着 这个时候 我看到那两个人上了车 坐到了那个美艳的女人后边 车子又开动了 那个美艳的女人 起身往我这边走了过来 似乎想换到我后面的位置 可是当她路过我身边的时候 我听她叨咕了一句 身上这么冷 刚从冰箱里出来的吧 可能是说那个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吧 也难怪 现在的天气不热了 她还穿得那么淡薄 也难怪她冷 今晚的车似乎开得有点慢 也难怪 迟到了这么长时间 车里的那个两个男人 此时正看着前面 纯白色衣服的女孩 在嘀咕着什么 我看到那两个男人的脸色 似乎不太好看 其中一个男人快步地走到司机那里 跟司机说着什么 上下的那个男子 时不时地伸头 看着前面的女孩子 一会儿的工夫 就看到那个跟司机说话的男子 回到了座位上坐下 但是我看到 他此时手里拿着一个绳子 戴戴之间 那两个男子吟笑着 往那个美艳女人这边走了过来 原来 他们是要耍流氓 他们对那个女人做坏事 此时我想都没有想 就站了出来 冲着那两个流氓喊道 你们干什么 这可是公共场合 可是我喊完了之后就后悔了 因为我发现那司机 此时似乎跟没看到一样 而那个女孩子就更不要说了 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也没有感觉到害怕 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小Z 我劝你啊 今天别个多管闲事 要不然 等老子爽够了 也让你尝尝鲜 其中一个人掏出了一把匕首 对着我比划着 没错 我害怕了 因为我不可能打过两个 神强力壮的男人 于是我干脆就闭嘴不说话 可是慢慢地我发现 那两个男人手里拿着匕首 可是却颤抖着 看着我的身后 似乎看到了什么非常可怕的东西 不 不 不可能 他不是死了吗 大哥 我是不是眼花了 我听到其中一个小混混对另一个人说 老二 我也看到了 那女的他妈的不是死了吗 警察现在还在查凶手呢 他妈的不是会是鬼吧 那个大哥也害怕地往后退着 此时我脑袋轰的一下就懵了 难道 难道在我后边现在正站着一个鬼吗 此时我发现 原来坐在前面的那个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子不见了 没错 确实是不见了 可车子还在开动 他不可能下车呀 于是我壮着胆子回头一看 我发现那个女孩此时正坐在我的身后 还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样子 不过他身上的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破甘不堪 难道这两个男人说的鬼就是他 正当我不知所以然的时候 那两个男人疯狂地朝着车门破坏 似乎是想把门炸开 一边踹着门还一边冲着司机喊着 快他妈点开门 快点 那他妈女孩是鬼 我要下车 可是司机好像没有听见他们说话一样 就那么木然地看着前方 那两个男人歇斯底里地踹着门 就在车里气氛诡异到极点的时候 突然间车子猛然一震动 紧接着我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在医院里 我的旁边躺着那个美艳的女人 后来我才知道真相 原来就在我乘车前的某一天夜里 304公交车上发生了一起监察案 一个20岁的女孩被人强奸之后杀死 从公交车抛尸到河里 司机和那两个人是同伙 而就在案发后的一个月 也就是我坐车的第二天 警察在路边发现了 车上还有三具尸体 初步鉴定属于涉案人员 我想也许那个女鬼 是在救那个美艳的女人吧 如果不是她出现 或许就会多一个被奸杀的女孩